谷歌宣布终止同华为的合作关系后 本地三大电信业者表示 暂时不会让华为的手机下架 或是削价求寿 但会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另外据记者吴立新发现 虽然部分的消费者 对于购买华为手机持保留态度 但是华为手机的整体买器 似乎不受影响 在新达城举行的消费电子展 华为手机的广告随处可见 三大电信公司授寻时表示 由于华为已保证 像P30等现有手机 将可继续使用Google Play应用商店 也能获得相关安全保障 因此会继续售卖华为手机 并配合电子展 推出华为手机特惠配套 也有参展的华为 同样以原价出售手机 但据记者观察 仍有消费者对购买华为手机感到迟疑 一两年我就会卖掉我的电话 买新的电话 所以我会担心它的价钱 会下降得非常快 Google Play就是要下载那些APP 那些APP有那些游戏跟WhatsApp 所以其实很重要 没有那个的话 那个电话不懂可以做什么 不过也有华为粉丝表示 对华为仍有信心 市场很大嘛 中国可能会应付 也不需要太过贪心 我是特别喜欢拍照的 所以他们的相机真的特别好 我感到感到很高 我感到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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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感到很高 我感到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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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电子展览 将举行到这个星期天 我感到很高